嗨,大家好,歡迎來到素我之言,我是素哥 那今天呢,要來潛談伺服器這個產業 跟大家生活息息相關的伺服器呢 大家一定會好奇說有哪些廠商 那我們今天就會來介紹一下 相信不管是對你想要入門這個產業 投資伺服器這個產業,甚至是購買伺服器 那這些都會對你有所幫助 基本上呢,伺服器這個產業呢 以外商品牌為主 像是HPE、DALE、浪潮、聯想、華為、Cisco 這些都是所謂的品牌商 那其餘就是代工或者是白牌 根據IDC產業分析報告 2020Q3的時候試算率第一的是DALE 大概16.4% 那緊接代號的是HPE的13.9% 那第三名的是浪潮9.7% 那華為呢5.8% 聯想5.10% 那ODM代工的部分佔了32.3% 那其餘的話大概佔了16.7% 市占率呢也跟營收有不少相關性 那有好的產品跟好的營收 代表這些公司是不錯的 那稍早提到的那些品牌商會是你入手的一個好選擇 不管是買相關產品或是買相關股票 在COVID-19疫情影響之下呢 制服器的需求會是後疫情時代蠻重要的一個需求 因為像網站或者是資料中心 他們都需要制服器硬體 除了之前所提的那些品牌商之外呢 Supermarket也是做白牌或代工甚至是品牌蠻大的公司 那也是大家可以考慮的一家公司 另外台灣代工或白牌最主要的公司有 鴻海、廣達、音業達、技嘉、人寶、偉創、偉影 那這些都是可以大家比較容易入手的一個選擇 這邊跟大家說一個小知識 其實台灣呢在1980到1990這個年代 就已經開始伺服器代工這樣的生態 台灣目前最早還在做伺服器代工的是音業達 他大概在1998年的時候就收購其他公司 進行伺服器代工 那廣達呢也不晃多了 他大概在1999到2000年左右也開始伺服器項帶動 這些公司呢主要早期也是接一些品牌大廠 如HPE、DALE的單 後來陸陸續續 許多台灣知名的科技大人也紛紛投入這一塊 那伺服器事業是許多公司的很重要的一個經濟目 根據一些業界以及我認識的朋友 那有些消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是微影 他會接一些白牌資料中心 例如微軟或Facebook的單 那微創呢他會做HPE及DALE這些品牌大廠的單 鴻海呢他有做一些資料中心的單 像是微軟、亞馬遜 甚至一些入場如阿里巴巴等的單 那另外呢他有接一些部分品牌廠的單 廣達呢他也有做白牌資料中心 如Facebook、Google的單 另外他有一些像是HPE、DALE這些品牌廠的單 那鴻海達呢最近只是做一些資料中心的單 像是Google、微軟、Facebook、亞馬遜 那人寶呢他有接品牌DALE的單 跟大家補充一下 AWS是亞馬遜的雲端事業 那現在的流行呢 就是租用雲端預算空間 那就不用架設自己的伺服器 而是利用像亞馬遜資料中心的伺服器 另外Adria是Microsoft、微軟的雲端事業 那Google Cloud Platform、GCP 則是Google的雲端事業 最後在後一期時代 不少中小企業為了成本考量 他不會在自己架設或維護伺服器 而是進而選擇像AWS這類的雲端運算平台 那這類的雲端運算平台 會需要伺服器硬體 負責雲端運算這類平台的大公司 他在考量成本時候 比較不會選擇品牌 像是HPE Dell去購買伺服器 因為價錢比較貴 那他們可能轉來選擇台廠的一些 做代工的做一些白牌伺服器 那白牌呢 會是未來伺服器產業蠻重要的一環 不管是你想要投資 或者想進入這行業 這些白牌公司會是你一個蠻好的選擇 這項目是一位 最多的選擇 就是兩位 最多的選擇